海外华人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12月10日,海外华人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 海外华人直播播报一则任正非借中国媒体用暗语通知女儿孟晚舟低调,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海外华人直播的立场。 中国经济周刊经济网讯12月9日,华为新生发布12月2日,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接受加拿大环球邮报的采访纪要。 任正非在采访中表示, 孟晚舟12月2日发布的公开信不合适,全国人民都忙着要干活,要创造财富,争取改善自己的收入,不能消耗太多精力来跟她一起感受。 12月2日,孟晚舟发布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这一年,经历了恐惧和痛苦,失望和无奈,煎熬和挣扎,这一年,学会了坚强承受,从容面对,不畏未知。 任正非说,这封信他没看,只看了标题,他认为这样不合适,全国人民都忙着要干活,要创造财富,争取改善自己的收入,不能消耗太多精力来跟她一起感受。 正常的历史长河中,磨难都会出英雄,孟晚舟经历的磨难也会对她的意志产生很大提升。 这对她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财富,任正非在接受采访时再次回应了是否会让孟晚舟接班的问题。 担负华为这样一个技术公司的领导人,一定要有很强的战略洞察能力,可能需要洞察未来十年,二十年甚至更远的时间,判断社会或者公司发展的方向。 所以,没有洞察能力的人,很难能领导这个公司。 她说,华为这样一个科技公司,领导人需要有深刻的技术背景。 孟晚舟回来还是继续做CFO,当然这个CFO一直更坚强了。 海外华人直播的固定播出时间早上七点,晚上七点半。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若你喜欢我们本期视频的节目,拜托你订阅、点赞、转发或者打赏。 您的支持行动和订阅是我们制作出下一期节目的动力。 任正非借媒体暗语通知女儿孟晚舟低调。 任正非批孟晚舟公开信。 不合适消耗国人太多精力文章来源。 中国经济周刊于2019年12月10日。 支持我们,就请在视频右下方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 本节目由美国加州奥克兰市应计时交赞助播出。 订阅电话510-465-1888。 欢迎订阅电话510-4767。 rev、 China 实际天话710-466。 颜防网易有进行课程中的之前。 炭調比赛兰市应计时 and领土上 mark当时在视频帐上人发展。 �迎 nue SURPET TORMAYunu取过全国安全 Absol亚6117。 既 recoveri主要是安全性币的 Boot使用。 感谢观看